人格特質 所以她的政見大家都很清楚 達克的部分我臨於科文哲的人格特質 今年大家要注意 很糟糕 這次有一年的事情看得出來 包括 曾晉元 曾晉元說她的家裡 財產申報的問題不清楚 她也不敢面對 就叫太太出來提告 所以這種人格特質 其實是不符合 台灣人這個女兒 敢作敢當的大氣魄 所以他在上一禮 我們占隊 以指使 他的政風處 越權違法 去搜索北農的事情 我們在 南國辦公室這邊已經請告文 去北檢來提告 那麼我也宣佈 預告在明天在 會播的兩點禮拜訓 我們會在監察院 我同時邀請 我們再作為所有社團的代表 我們也一起到監察院 我們要求監察院 去糾談柯文哲 讓大家很清楚看出來 柯文哲這個人的真面目 他寧願承認 他自己不懂公司法 他寧願你說他笨 但是他不承認 他自己其實是邪惡心腸的壞 他根本本本來就是要獲取 這個政治手段 在藍綠之間獲得他的政治利益 特別是金邊的選舉 是紅柯跟藍綠 對決本土政黨的價值的這個大戰 跟他決定到台灣的未來 絕對不是那麼單純的 只是一個市長的選舉 歡迎明天媒體朋友一起來報道 謝謝 他的變作自行 他說的兩岸一家親 他今天改造兩國 我們今天就不會來這裡說了 應當時 他這種變形變寡 大家所有看過 台北 他旁邊有的沒有的 跟這個分土社團 所有的行為 大家都看過 所以現在來他真正的行為 給各位來講 我不用說到那邊說 所以我們現在要 不免許會 說我們選給柯文哲 是怎麼說不免許會呢 因為 他要再選 我們一支票還有一支票 這個邀文在市場 他過去四年 四、三、四年前就說了 他應當時要做 沒有他 我們有他去給騙他 不能說騙的 我們說會啦 我們的票一支 我們再回到回來 讓柯市長 高票當選 這就是我們的議員 謝謝 謝謝 這個地方開尾 我們對不起 姚文哲 為什麼 因為當初希望柯文哲 不是只有 可以跨越人力 可以跟台灣的意識 跨越人力提高 讓姚文哲 他當時 來的力量出來 讓柯文哲 用二階段 來參選到這個市場 他說他是白色的力量 在州還有百分之八十 當初時 就是挺柯文哲 因為我們認為說 每一支 他來到這裡 跟我們開花的時候 他的政治 他是跟我們一樣的 想不到 三年後 三年多後 這個柯文哲 他的白色 已經是操縱藍綠惡動 他是最大元兆 他像蕭老師說的 他跟他要放話 就吳英寧 去年 開始做總經理到目前為止 你來想看看 這些源頭是什麼人 就是你柯文哲 就是你柯文哲 連一個白龍你就處理不好 當事長跟你排 你還要把所有的資金 提供為您 一個家單純 人家要做事的人 所以我們在這裡 可以看到什麼 他現在在葉譽 姚文哲的時候 我沒有再相信他的威 因為為什麼沒有相信他的威 姚文哲所提出的政権 跟四年前 當初是要跟柯文哲 PK的時候的政権 他不可以 他是一個有理想 有臺灣心的人 出來英文總統 給柯文做的臺灣意思的考題 他說不清楚 說這臺北的意思 臺北價值 各位 你想想看 臺北 那不是臺灣的一部分 如果他跟那個時候 世大運一樣 就用臺灣的一部分 跟比作一個國傳臺灣 用Chinese Taipei 甚至於世大運的時候 在這各位包括駿韓 替臺灣國的國際要進去 符合標準的 都不可以拿去 單局辦世界運動會的時候 我那時候 在那裡的臺灣旗 安全過關 甚至在主部臺灣頂 拿到臺灣旗 為什麼不可以拿去 你做不夠 你還會適合 代表臺灣人 選臺灣修道的指定 柯文哲 把所有 在那裡的文革 字幕 給他出現一回臺灣 他說十一回 比作什麼 所以 柯文哲 有代表臺灣人 我實在對不去姚文哲 也對不去臺灣人 為什麼 四年前 我們立體 柯文哲 不管是五大弊案 比作五大案 他的理論 說得很簡單 除舊 臺人 不好意思 現在四年過季了 你的舊 那顆大雞蛋 現在要你慢慢的去 偷偷動工 他說 我用最嚴格的安全 跟這件事 叫做最嚴格的安全 是怎樣 你差的秘乳 可以跟他們最親密 這些事情 你要說得清楚 你都是搖擺 所有的事情 都變成藍綠在哪裡 你說這幾歲的時候 你想看看 四年前 你自身茉綠的時候 我們這些人 在這裏身 請家當餐 提搖 我會來幫你商店 讓你用五黨的主緣 讓你當選 台北市長 今天四年後 你百里我們的家人 連一個 實驗學校 國立台北教育醫大學 實驗國小 柯文哲的市場獎 你就要給白人去頒 還有什麼不行 這是對家長 是非常非常差的事 然後我再次強調一下 請不要再變成放話市長 所以我希望 勞文哲先生 以後當上市長之後 拜託 一定要建局旅行 依法行政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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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賴蕭老師 邀市長特別強調說 台灣 台北 這就是真正的台灣 價格 如果變成 中國 中華台北的話 那就是 那個 其實 背離台灣的主情 好 這就我們請 那個 年輕的 一邊立法委 共行動人們的議事 張文佑 張理事請 是 是 你前 你這個地方 滾土社團 騎出 的 看